高压氧仓治疗什么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高宏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医师 这个高压氧我们大家知道 它实际上是一个密封的 它把氧的压力会在我们正常人的1.5倍左右 应该是这样的 它主要治什么呢 主要治一些急性的脑部的缺氧性的一些疾病 那么一些脑缺氧 我们知道一些氧化氧中毒的 就煤气中毒的 放到里面去早去做是很好的 那么它通过压力 使血管里面的氧含量增加 那么促进这个人体的恢复 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因为 这个比如说因为高卡压力很大呀 很多家长会在高考前 把小孩送到嘎羊里面去做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 这个没问题 有人说一做就变聪明了 实际上我们临床上 经常会有什么呢 我们的小朋友 我们一些小孩 他们需要做嘎拉养 我们正常的这个医务人员就会陪进去 因为他要保证他生命嘛 我们就把他陪进去 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病人能做 正常人可能也能做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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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